周瑜命丧巴丘 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年轻统帅 就这样死去了 周瑜不但文涛武略过人 同时还是厚瀚三国时期 一位著名的音乐家 在当时流传了这么句话 取有物 周郎顾 贤歌之雅义吗 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本事真大 可是气性也够大 这次就在巴丘这 活活的让人给气死了 让谁气死了 诸葛亮啊 诸葛亮诚心要把周瑜气死吗 这也委屈了诸葛先生 诸葛亮气了周瑜不假 但是不想把他气死 这玩意跟下棋一样 这齐步子一步一步走在这儿了 让诸葛亮也没有办法 其实孙刘两家联合聚曹 破曹之后 要继续和好 那是多好的好事 对刘备对孙权都有好处 这周瑜啊 他着急了 打败了曹操 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京香收过来 然后就进兵许昌 让孙权统一天下 那么作为周瑜这个职位 江东三军统帅 自己从幼年就抱有穷才大志 想干一番事业 特别是结交了孙策之后 孙策带周瑜啊 亲如手足 正向周瑜给孙权写的那封遗书上说的 说吴主带我如心腹 唯以心腹吗 置我如骨功 那就拿我呀 当他的胳膊腿一样 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 随肝脑涂地 也没有半点怨言呢 所以在两军阵前 是亲戈努实 身先士卒 面无半点剧色 这次带着这么重的病伤 他也没退缩过半步 为了什么呀 就为了吴主孙权的霸业 就为了得这惊香 您说他花费了多少心血 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 想了好多计策 但是哪个计策也没成功 都让人家诸葛亮给破了 您想这周瑜能不生气吗 作为携手破敌的一个战友来说呀 你周瑜不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 逼得那么急 你把刘备由京香赶出去 刘备上哪去呀 再者说人家 有人家的安排打算 也就是说有人家自己的战略部署 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必须把京香得过来 站住脚 然后进取西川 他连这地盘都没了 你让刘备哪去 当然诸葛亮不能这么轻易 把京香让出来 实际诸葛亮这次为了京香九郡呢 是在跟周瑜斗志 诸葛亮啊 也不愿意伤了江东 说刚打完了曹操 这两家就立刻打起来 为此的诸葛亮才再三强调 借荆州 保留孙瑜两家联合的名义 以聚曹操 那么给周瑜碰几个钉子之后呢 周瑜也就明白了 谁知道这位周瑜都督没明白 让人家一气二气三气 到八丘这儿 气死了 气死周瑜这罪名 就给诸葛亮安生 诸葛亮冤枉 人家诸葛先生 为了刘备的霸业 早日形成鼎足 诚心实意 想联合江东 始终把周瑜当做朋友 可没想到 这位周瑜都督 心胸狭隘 气量狭窄 一口气没来 气得归了天了 其实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上 这么写的 要按历史上来讲啊 这个周瑜 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 历史上的周瑜什么样 是气量挥阔 豁达雅致 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周瑜 周瑜就是眼下这样子了 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八丘 周瑜这一死 东吴的将校无不落泪 大家要嚎啕大哭 老江成谱吓坏了 可不能这么哭啊 怎么 现在咱们不能沮丧 别忘了 对面卢尾大中 还有荆州的人马呢 要让人家知道 人家必然前来劫寨 我兵必败 为此咱们只得秘密发丧 一方面装炼都督的尸体 另一方面派人连夜 把都督这封遗书 送给主公孙权 然后徐徐退兵啊 悄悄的把人马撤出一段路去 安下迎战 战且把都督的灵球 先停在八丘这儿 等候主公定夺 孙权一见周瑜的这一书啊 收捧书信 是放声大哭 和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 一边哭着一边说呀 老天为何如此不公 折我大将 如断孤之双臂啊 这等于把我的膀子砍掉了一样 宫谨为了我将都 为了孤的霸业 他寝食不安啊 废寝忘食 竭尽全力 仅如此不幸 免竟短命而去 故悲不欲胜 我陪着他一块死得了 可把长使张昭吓坏 贺文武是百般解劝 主公不能因痛思恭敬 而知霸业于不顾 这样您就对不起 恭敬这封书信了 当尽天下纷争 草草仍然在虎视我江东 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 望主归 先为以大将 然后再以都督恭敬至丧 张昭说的对 您光这么哭不是个事 您要真的思念周瑜啊 您就得按周瑜说的办 先得把三军大都都选出来 然后治理都督的丧事 时刻也别忘了 曹曹 瞪着眼就在那瞅着咱们的 他还想取江东到赤壁之仇呢 尤其咱还养着一只大老虎 就那刘备 您别光顾了这么哭 别的全不管了 那不完了吗 张昭说的句句在理 常识吗 这常识是什么关系啊 按现在的职务来解释啊 就是秘书长 孙权听了张昭这番话 点了点头 此不言之有理啊 恭敬归陷 讹号传来 故手足无措 恭敬有王左之才 今后短命而死 我何赖在 我为什么这么哭啊 他那么大的财血 可现在死了 那么谁还来辅佐我呀 我还依靠谁 子部 你说的对 恭敬在信上写得很清楚 推荐紫敬 为我江东三军主帅 故敢不从之 吴侯当即下令 拜卢肃卢紫敬 为江东三军主帅 下令成谱 率所有的将校 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酒 回柴桑亭陵 然后传令江东六军八十一州 是举国致爱 荆州在江东的细作 非报进荆州 禀报刘备和诸葛亮 说周瑜都督已经命丧八丘 即日将纵必将至哀沮举丧 刘备和诸葛亮听过之后 互相看了看 不约而同的 唉 叹了一口气 心里都不得好受 看得是一代英侯短命而死 周瑜周公谨 已是英明 富于东流 刘备问诸葛亮 先生 江东的周瑜一死 谁能代替他 为江东三军统帅呢 周公啊 以我推想 孙权必败鲁肃 为三军主帅 哦 刘备听的这会儿 微微一笑 嗯 诸葛亮觉得奇怪 周公 您笑什么呀 唉 先生 鲁肃既为江东统帅 他以后就很少有时间 上咱这儿来 跟咱们要地方来 诸葛亮也笑 诸公您想咋去了 人家该要还是要啊 那咱们呢 该不给还是不给 这地方咱不是借了吗 就给他来个永远借下去呀 呃 先生 江东为宫锦制丧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明日就去江东 依未给宫锦调校 二位给主公访贤 啊 刘备一听不行不行 先生您可去不得 怎么了 哎呀呀 我的先生 您没想想啊 周瑜是怎么死的呀 他是让你给气死的 现在江东那些武将 都在恨怨先生 他们找您还找不着呢 您得送上门去呀 那还了得 笑咱是要调 不过先生 您不能去 委派个别人嘛 什么孙前啦 弥足弥方啦 谁都行啊 诸葛亮摆摆手 周公谁也不行 必须我亲自去 哎呀 先生 那他们要加害你可怎么办呢 主公放心 公锦活着的时候 就不止一次 要杀害我诸葛亮 可是他都没有杀了 金鱼已死 两河欢呼 周瑜现在死了 我更不怕了 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呀 自从那次 牵走柴桑 蛇战群儒之后 周瑜三杀诸葛未成 第一次 周瑜想借曹操的刀 把诸葛亮给杀了 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啊 去结曹操的粮草 让人家诸葛亮给说破了 说曹操这一生啊 他专接别人的粮 他的那个粮草 一定是严加保护 根本结不成 都督你这不是让我去结粮 你是想用曹操的刀杀我 周瑜失败 第二次草船借剑 周瑜想借着这个阴忧 把诸葛亮杀了 周瑜给他三天线 让他打造十万只凋零剑 既不给弓也不发料 拿什么打呀 立下了军令状 剑打不成 就要按军法从事 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 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 到曹操的营寨 把剑给借来了 又没杀成 第三次 那就是南平山借封 当时周瑜下定决心了 告诉徐胜丁凤 你们到南平山二话甭说 是举刀就斩 提头来剑 我有重赏 可是把二将派去一看呢 人家诸葛亮先生 早就走了 所以今儿个诸葛亮跟刘备说 周瑜活着的时候 他多次想杀我 都没杀成 现在周瑜都督已经死了 我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这次调计 我必须亲自去呀 说完了 诸葛亮传了一道令 让准备祭礼 派大将赵云 带五百军租 随我去柴桑 吊孝 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啊 刘备还是不放心 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的屋里 此地呀 这次你随同先生 到柴桑吊季周瑜 可不同保我 南徐旧亲哪 你这回得格外加小心 千万不能让军事 有丝毫插持 赵云一听主公 您就放心吧 我当谨慎行事 怎么有事一出门 就带赵云呢 这样的人物 谁都爱戴 人家有勇有谋 胆大心细 长得也漂亮 把那事想得也周到 而且不论办什么事 都有理有结 不卑不抗 所以啊 赵云爱戴 可对赵云来说呢 是奶大的差事 也不轻松啊 那次南徐旧亲 保得是主公刘备 这次柴桑吊孝 保得是军师诸葛亮 这要出点脑袋 那还了得 第二天一早 军事和赵云 逮着祭礼 就上路 尤打荆州奔柴桑 这柴桑在哪啊 就是现在的江西 九江西南 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啊 打听什么呀 说江东周瑜死了 谁接替周瑜这职位了 这回打听清楚了 确实是鲁肃鲁子敬 诸葛亮先生心里更稳当了 鲁肃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我二人不但相好之后 同时在孙刘两家联合聚曹 这个战略大地的认识上 彼此一致 所以诸葛亮挺踏实 荆州调记这个消息 传到了柴桑 说是由诸葛先生 亲自来柴桑 给周瑜租租调校 江东武将怎么一听啊 哇 那一下就炸 兵奉徐胜 蒋亲周太 陈武 叛章 林总 连老将军 黄盖 那额头的心筋都秃秃直跳 这些武将一个个擦唇 魔掌 有牙 切齿 怒目 横眉 谁来调校来了 荆州 京周刘备派诸葛亮来给都督调校 嘿嘿 他来得好 就是他诸葛村夫啊 活生生把我家都督给气死了 今天他还胆敢亲自前来调校 诸葛村夫真是吃了雄心 吞了宝胆 我们找还找不着他呢 他亲自送上门来了 村夫来得好 我们得把他扒了皮 抽了筋 错了骨头 然后那灰 干脆给他来个大柴糖 把他心扒出来 摆在都督的林前 给都督祭林啊 就是这个主意 话没说完 一个个青冷灿烂 刀剑出下寒光一片 哎呀 压都压不住了 劝都劝不了了 谁劝谁啊 哪些位文臣呢 都在这呢 怎么不站出来劝劝 谁劝呢 江东的文臣呢 也都怨恨诸葛亮 今天我们的武将们 真的能把诸葛村夫给杀了 不但给周瑜都督报了仇 也给我们解了恨 出了气 诸葛亮草船借鉴 南平借风 江东的这些文官 不是都很佩服吗 那是内阵 现在这些人呢 又把舍战群儒那茬想起来了 诸葛亮当时把我们连挖回来说 使我们都无地自容了 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在南洋卧龙那唱过这么两首 梁复音吗 嘿嘿 感情这当面捧 背后灯 文人相亲啊 在厚瀚三国时期 就已经很实行了 当时这些文官 虽然没拔配件呢 可是一个个的表情 也是愤愤然呢 只有一个人 有点坐立不安 谁啊就是诸葛锦 替他兄弟诸葛亮捏把汗呢 就在这一时 鲁肃文郡赶到 鲁肃来这一看 诶 众伟将军 你们这是何一啊 我怎么要杀诸葛村夫 与周瑜都督报仇恤 恨 呃 刷 鲁肃不脸就沉起来 岂有此理 诸葛亮先生 远路游荆州 来到柴桑 调祭我家 宫景都督 此乃离也 两个国家相互间 喜丧吊贺 这是通常的礼节 只要两个国家不打仗 不作战 那么这种礼节不可免呢 你们怎么可以乱来呢 还不收起刀剑 迎候诸葛先生 嗯 嗨 有的纯凶 有的顿足啊 可是鲁肃都督这令 已经传下来了 谁敢不遵呢 只好讲刀剑魂侠 鲁肃怕闹事啊 嗨 人家鲁肃想的多远 要么周瑜都督临死的时候 就建议由他来掌管自己的率印了 鲁肃怎么想的 都督周瑜刚死 能说江东这没有许常的探报啊 早就报给曹操了 你知道现在曹操怎么想的 说不定他正想举兵呢 如今我们孙刘两家趴翻了脸 那曹操一进兵 再跟刘备联合起来 江东就完了 现在需要安抚刘备 安抚诸葛亮 看来联合刘备 保住江东 这还是上策呀 都督原来要听我的话 不至于有今天 这些话鲁肃是难以出口啊 刚押辅助重将 有人来报 诸葛先生道 鲁肃急忙更衣相迎 带领文武 接出老远一见面 东吴重将 往诸葛亮身后边一看 刚才那气火呀 消了一半 怎么回事 看见赵云了 鲁肃和诸葛亮 寒暄几句 鲁肃把诸葛先生 请入厅堂 稍作片刻 诸葛亮吩咐赵云将军 更衣到灵堂祭奠 更衣啊 得换成校服啊 诸葛亮 由鲁肃先生陪同 来到周瑜的灵堂前 周瑜的灵 停在义武堂 这灵堂布置的是 庄严肃木 那腕帘软匾呢 挂满了整个的灵堂 连院子里都满了 有二百虎奔军 春白带笑 肃立两旁 擂下配刀 刀瓣啊 都拿白布缠起来 桌子上摆满了祭品 正当中有一个大箱斗 是满土分箱 两边有拔队宿竹 就是白色的蜡 仅靠灵前 横着一把宝剑 剑名干江啊 这是都督心爱之物 在三江口群英会上 周瑜都督亲自舞过这口剑 诸葛亮今天剑物私人 今日一看这把宝剑 周瑜都督那洒爽精姿的 金融笑貌 又呈现在诸葛亮的眼前 诸葛亮刷眼圈就红了 他吩咐赵云 济离白上 孔明在灵前亲手 碾香店酒 随着这一碾香啊 诸葛先生这眼泪就止不住了 如断线珍珠一般滚落下来 江东武将一看 诸葛先生不哭还好点 这一哭 哪些将军们 一个个邪愣的眼睛 瞅着诸葛亮 真是邪目以示 外加薄眼 拿白眼睛看的 心说你还哭呢 就是你 咱们都督给气死的 今儿我们听你 站在我家都督灵前 说些什么 说好变好 说不好啊 别看方才 鲁肃先生有话 那我们也顾不得了 我们也帮你乱认 分尸在我家都督的林前 这时诸葛亮 分好了香 双膝贵岛 宣读济文 乌虎恭敬 不幸妖王 休短故天 人其不伤 我心实痛 泪酒 一伤 君其有灵 想我争唱 吊君幼学 以焦伯服 仗义书才 让舍已居 吊君若惯 万里烹团 顶剑霸业 隔距江南 吊君壮丽 远振八丘 井生怀绿 讨逆无忧 吊君丰度 家配小桥 汉臣之戏 不愧当朝 吊君弃盖 剑足纳志 使不垂斥 终能废义 吊君颇阳 蒋干来书 挥洒自如 雅量高志 吊君红彩 文武筹略 火攻破敌 顽强 微弱 降君当年 雄姿阴发 酷君早逝 伏地流血 忠义之心 英灵之气 命中三计 名垂百事 爱君情怯 愁长千劫 为我肝胆 背负 断绝 好天昏暗 三君 闪瘦远 主为哀气 有为泪怜 亮也不猜 盖祭求谋 读无聚草 俯汉安流 鸡脚之缘 首尾相仇 若存 若存若亡 何虑何忧 无辜功锦 生死永别 扑首其真 明明灭灭 魂如幽灵 一见我心 从此天下 更无知音 五虎痛哉 浮为上乡 孔明独霸继闻 放声大哭 泪如泉涌 只哭得大地悲哀 苍穹落泪 铁石之人 闻声泪下 孔明枯昭雨 哀痛不已 悲痛欲绝